来看如果你很喜欢日本料理的话 当然会在这一波的禁止当中受到一些影响 台湾民众没错 很喜欢吃日本美食 至少在台湾有百亿商机 当然也是因为双方的饮食文化接近 而日本人又喜欢干净 注重小细节有关 同时也别忘了 日本商人是很有系统的在推广日本料理 走在台湾大街小乡 到处都是拉面 丼饭 还有包括日本松饼 有些日本料理店 开得非常火红 想要吃还得提前一个月定位 松饼 丼饭和拉面 每道料理都让人口水直流 尤其飘洋过海有加分 热腾腾拉面出炉 下午三点半还是有消费者上门 一口接一口吃的好爽脆 日本拉面工台开幕时可不轻松 我们可能员工会忙到没有时间 就是去上厕所 那段时间大概卖了 就是一千多碗的面这样子 汤头比较浓郁 然后它那个猪夹肉就是非常特别这样 我觉得主要是汤头会差很多 就是我会觉得台湾的汤头没有这么原味的感觉 我觉得日本汤头就是比较浓厚 过了海水不一样 另一家日本拉面到台湾刚起步时 业绩同样很惊人 但台湾人爱日本美食可不只有拉面 大口吃毫不客气 脸上净是满足 日本知名评价冻饭来台 信不少消费者上门 还有女生最爱甜食松饼也来抢供台人荷包 想吃得要提前一个月定位 他们在整个食物上的一种干净 或者是他在表现他们的这个饮食文化当中 他们会去很注重他们的小细节 当一个食色意都能够同步展现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能够吸引住饕客的目光 除了现吃美食 或加上一包包日式零嘴 台湾人也超级爱畅销排行 米果就占第一位 还有香浓的cheese条 大厂牌的也很受民众欢迎 台日相近的饮食文化 日本有系统的推广 先前就有业者保守估计 日式料理在台湾有百亿商机 难怪有越来越多日本名店跨海来台 抢供新台币 记得站在这种庄立宣台北报道